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旅途塔比兜无料分享版 欢迎收听旅途我是Kiss研究生 这个我们已经到了第五集的节目了 哇这个白天录日本大特首晚上录旅途 好像不是白天晚上的问题 周间是日本大特首周末是旅途 总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因为旅途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财经性的节目 财经节目感觉好像应该要平日聊 反而日本大特首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 应该周末聊现在是整个反过来 我们周六在整个最轻松放松的日子的时候 就会聊比较严肃的事情 我上个礼拜有一个日本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他开始听我的旅途 他说你以前在做日本大特首的时候 我还觉得なんとなくわかる 就是因为讲的比较慢嘛 然后又在讲日本 他就觉得大概还是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旅途他就说完全不行 觉得怎么讲话速度这么快 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区分吧 在开始录音之前 我其实坐在这边都会有一种 觉得说我现在的这一个录音的心情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眼前看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接下来应该要试着去帮他分辨一下说 在日本大特首之前 我应该先去吃个拉面回来再录 然后旅途之前应该先去订个饭店再录 可能可以把心理的转换 稍微再换得好一点点吧 好了我们这一个礼拜 好多事情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周会这么的精彩 我今天的节目呢 一样还会再多一点点小小的突破 这跟我一开始在做日本大特首一样 我是有稍微规划的 就是说每个礼拜稍微给大家 多一点点的新东西 以免大家消化不良 也预防我自己消化不良 多一点点新东西 这个礼拜呢 也会再多一点新东西 应该说在前四回 你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说 这一集好像跟上一集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什么东西多出来一点点 那当然这个每次做节目 我都会有这样子的规划上去 总不能一次全给 总要慢慢慢慢的来 这个礼拜开始呢 我会开始尝试加入一些 日本的观点的这种航空新闻 或者是点数里程相关的新闻在这里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那就是我平常最常接触的东西 我相信在听我节目的人 应该在北美的 或者是台湾或者是日本都有 北美的可能就是以前 就是追我的研究生的点数旅行笔记 看比较久 那也有一些是台湾人在看我的 研究生的点数旅行笔记 那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还是希望说 最大宗 我相信还是以住在台湾的为主啦 这应该会是我节目所面向的最大宗 那美国那边的新闻呢 我也会稍微爆一点 因为我觉得密不可分啦 对不对 那唯一就是说美国的东西 大家可能会没兴趣的就是美国的信用卡 因为美国的信用卡其实就是你知道 你在台湾在日本 你办不了听那个听了跟没听一样 所以一样的信用卡 我一定会放到最后面去 就是你真的不想听了 那么你就把它切掉 这样子算是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多报一些关于日本的东西 那其实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节目 叫日本大特搜 里面已经百分之百在聊日本的东西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聊日本的东西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日本大特搜里面呢 我原本其实会有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 我都会在那边聊 包括我在日本住一些连锁饭店 做一些饭店的分享之类的 那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我觉得在日本大特搜 分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总觉得在一趟旅行当中 你可能规划个四五天 我会希望你可以在这里面安排一天 最起码一天吧 住舒服一点 然后在饭店里面好好享受 这个饭店跟周边环境的关系 这个一直呢 都是我还蛮推广提倡的一种玩法啦 那当然每个人玩法不一样 当然呢 这个也是以前我在带团的时候 旅行社它通常会去安排一个团的 一个标准的做法 比方说一个五千四页的团 你不会每天都住得很好 因为你会出去有各式各样的行程 但是你应该通常会有一天两天 真的住得特别的好 比较舒服 所以在日本大特搜里面呢 我觉得这样的资讯 对我来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我就会想要把 这样子的资讯呢 给一些想要来日本玩个五六天 但是你中天想要住比较好的饭店 那这些呢 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节目当中 会去体验一些比较好的饭店给大家 那当然 我们在日本大特搜里面 我们也介绍了很多比较平价的饭店 这个可以让大家有一些 比较多元的感受吧 对 那但是呢 有一类的新闻 是我很少谈的 比方说在东兴市区 有多少万豪的饭店 这个我就觉得 跟日本大特搜里面 就有点遥远了 比较不是那边在谈的 所以那些题目我就觉得 可以在旅途的这一个节目来继续聊 因为毕竟呢 你要聊全球旅游 我既然去录那个旅行快门的时候 跟FuRot在那边聊 我说 怎么为什么整个旅游圈一定要拆两块 一块呢 是日本 一块是日本以外 日本以外的好像就不太聊日本 那日本呢 专门聊日本 那当然现在分众的时代啦 专门聊韩国 专门聊泰国的也非常多 但是旅途的节目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比较是一些新的玩法 甚至大家已经知道的 点数里程的玩法之类的 所以有一些关于日本的新闻 但是跟旅游相关的 这个包括就是国际连锁饭店啊 品牌要新开的啦 或是飞机的部分 有一些新的 我觉得比较蛮有趣的新闻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毕竟这些 就是我每天都在看的新闻啦 只是之前没有地方可以把它讲出来 觉得很闷 我现在在这边有地方可以讲 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在最后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的资讯的时候呢 我有一些资讯呢 可能会是在你别的地方 比较看不到的 会是比较以日本的观点 去看的这些航空资讯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那台湾那边的资讯呢 说真的啦 台湾观点的资讯啊 大概就是那几张联名卡 或者是说会有几张就是 呀不知道怎么说 不是联名卡 但是那种旅行卡 那但是那个数量 基本上蛮有限的啦 一下大家也都数得完 如果有比较大的信用 我也会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去分享 然后其他的像那种航空之类的 那种特价消息啊 我想这个节目不会是 把那个当做主力啦 在短期间之内 你可能不会听到我来跟你讲说 虎航现在大特卖 然后多少钱大家赶快去抢 那个应该不会是 我这个节目里面主要的属性 那这种属性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新闻台 像有非常多专门在报 便宜机票的达人 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这些资讯我也大概都会有 毕竟呢 我也在台湾 其实在疫情之前啊 跟银行合作 或是跟这个算什么 航空公司 这种里程计划合作 也做过蛮多档的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的信箱里面 都还是会出现 他们的公关稿进来 所以大概很多一手的消息 我也是会有 只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每一个人 能够去关注的东西很有限 那时间也很有限 我尽量把我这边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较独家的东西 尽量以那个为主 好了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今天一样啊 想要跟大家来聊聊 新手应该会很好奇的一些主题 其实呢 在我们聊这种航空公司的联盟之后啊 应该很多人脑中就会浮现一些各式各样的念头 如果你不是很守里程的话 大概第一个念头就会是 既然有三个联盟 我是不是三个联盟都应该要各自有一点点东西在这里面 还是说这三个联盟 我应该要挑一个加入呢 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我通常的建议都还是会是 你先集中在一个地方再说吧 集中一个地方再说吧 那当然呢 台湾也有一些信用卡 它的刷卡的累积呢 你是可以转换到不同的航空公司去的 那当然最有名大家最常聊的应该就是汇丰旅人卡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聊过非常多次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办了这张信用卡 它可以转点转到六个航空公司 七个航空公司去 但是这六个航空公司跟七个航空公司 是不是你真正喜欢的 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因为啊以美国的故事来讲好了 美国的故事呢 你办一张这种美国的信用卡 它的那个点数 你可能可以转到个20家航空公司 十几家 诶 里面呢 其实会有三五家 以全球来讲 你会觉得非常实用的 但是在台湾 绝大多数信用卡的点数啊 能够允许你转出去的呢 大概就是长荣华航 亚洲万里通 然后再加个几个 再加个几个 然后呢又或者是ANA之类的 那比较特别的像汇丰旅人卡 它有加个日航 所以最后其实你在比较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说 好像我转过去之后 真正会最划算的 也就只有那一两个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其实办所谓的联名卡就好了呢 反正我每次呢 我这个灵活点数 最后转的对象都是某一家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每某一个就好了 好 这个就会牵扯到就是说 你到底你要怎么去规划 你的整个点数旅行的刚开始 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个故事 这里面有一个心法 我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聊 我原则上应该会是两到三集 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心法 然后在中间加入给新手的东西 比较不会是心法 比较会是一些呢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想一想 跟实作的东西 好 那我今天要聊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看好 依照我刚刚整个逻辑说下来 你大概可以想象 一个新手 如果你今天你刷卡刷的也不是很多 你飞机坐的也不是很多 我绝对是会建议你集中火力啦 因为你本来就不多了 你再不集中火力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 如果你刷卡本来就刷很多 飞本来就飞很多 你需不需要集中火力呢 当然不需要 因为你本来就非常多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在每一个篮子里面 都有一些鸡蛋 对你来讲是好的 懂我意思吗 就是当你的鸡蛋还很少的时候啊 你不用去把它分篮子放啦 你就三颗鸡蛋分三个篮子 然后每个篮子放一颗嘛 那今天有一个人说 不好意思 我这个奖品你要三颗鸡蛋才能换 结果啊 糟糕 我每个篮子里面都只有一颗鸡蛋 我什么都换不了 所以 但是你今天你手上如果有五十颗鸡蛋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不对 你手上如果有五十颗鸡蛋 你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另外两个篮子是空的 好 今天呢 我今天有一个礼物是这样子 你如果是拿蓝色的篮子来跟我换的话 要用四颗鸡蛋 红色的篮子来跟我换 要用五颗鸡蛋 黄色的篮子来跟我换 要用八颗鸡蛋 哇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想得很清楚了 因为 你要来跟我换的东西是一样的 应该说你要选哪一个篮子里面的鸡蛋 来跟我换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好 我们就回归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里程老手 手上已经满手里程 基本上你不用去想这件事情 你一定到处都会放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新手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现在就只放星空联盟 我就只做ANA 我就只做长荣 我就刷长荣的联名卡 又或者是说我就只刷ANA的联名卡 或者说我今天我就下定决心 我就来玩亚万 我就是只刷还宇一家 只做还宇一家的飞机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好的 接下来我问你 你有没有可能这个决心 最后会被某一次的机会给破坏 比方说同事邀了出去玩 我们都买好票了 我们就是要坐华航 你长荣 你要跟他坐不同飞机吗 不太可能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状况是廉价航空 那廉价航空我这边就先不论 因为廉价航空的故事 哇 可以聊的东西太多了 之后再来讲 先不岔题 好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你要去搭星空联盟 你就集中在这里 但是你会有很零星的机会 要去做华航 你会有很零星的机会去做国泰 就不是星空联盟的飞机 那么你的那班飞机的里程 你要怎么放 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要跟他去分享的一个命题 不好意思前面的开场白落落场 我相信大家慢慢会习惯 因为我想要 这个算是什么 写小说的手法还是什么 我想要把那种基础的东西跟大家讲清楚 再来我再来讲重点 这一种说明的方式 其实在部落格是非常不受大家喜欢的 因为它有SEO的问题 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既然是用这种Podcast的方法去聊 我就觉得 你就把它听下去 脑中有点概念 我们再来讲正式 你会比较清楚 我们现在到底在干嘛 好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 已经把它内落到非常小了 你是一个专门级星空联盟的人 所有的里程都在星空联盟 但是你现在就得做华航了 天和联盟 我就累积一点点 所以这会发生什么状况 第一个 你在面对天和联盟的时候 你脑中想的事情是说 我现在我面对天和联盟 但是我做的很少 我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脑中会想要什么 第一个 我觉得 你应该会希望它不要过期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很少搭了 然后你就放进去的里程 可能累积的倍率也就一点点 比方25% 50% 因为那又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机票 然后放在那里面 可能好吧 最后给你算出来 一个短程票 台北东京算出来 最后给你个600麦 600麦 你已经不长搭了 三年之后给你过期了 那你这里程怎么办呢 不如不要计算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你要考量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计划 你不是很长搭 你只是很灵性的 要放过去的话 我会希望那一个里程 尽量是不要过期的 因为你如果过期就非常的麻烦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第二个就是 如果它可以帮你做全家桶 就是所谓的Family Pool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棒 怎么说呢 所谓的Family Pool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把全家的里程 全部累积在一起 然后去换一张票 什么意思呢 就是爸爸累积了1万里 妈妈累积了1万里 小孩累积了1万里 一共有3万里 那这是各自的账户里面 有1万里 所以理论上呢 你是没有办法开出一张 用3万里去兑换的票 好 所以今天只要你可以有 全家可以累积的一个计划的 好处就是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个 很零星的一个里程了 你已经是一个 很零星很零星的一个里程了 你如果全家一起出去 可以各自把一些 很零星的累积在一起 你会比较快可以累积到可以换的状态 好这是第二个 你会希望说 今天这个计划呢 它尽量可以全家同 因为这个有特殊需求在这里面 好再来第三个你会希望什么 你看第一个希望它不要过期 第二个你希望它可以全家在一起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我会希望你可以挑的这一个计划里面呢 它有很少的里程就能够去兑换的机票 什么意思呢 通常里程的计划大概会分成两种 一个是区域型的 一个是距离型的 这我们上一集有聊过 那区域型的部分呢 它就会去看这一区到那一区是多少 它会这样去计算 但是距离型的 通常有的时候 那种非常非常小的距离 它有可能给你charge的那一个里程数是很少的 maybe4500这种超级少 或是7500 现在7500比较主流啦 4500那个已经是为乎即为 总之呢就是你可以累积在最少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换出一张小小的票来 这个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我认为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是要很零星的去集那一个里程 不是你的主力哦 你的主力当然你什么都放进去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scenario是 你本来就有一个主力的计划 但是你会有一些其他的联盟很零星的出现 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些零星出现的里程 这三个哦那当然呢 你还会希望它符合一些 本来你就很喜欢的一些规则啦 本来很喜欢的规则是什么啊 就是说你特定飞的那一个航段 它有特别的少的里程兑换 这本来就是你会希望 每一个计划你都希望它有的嘛 这个是你标准 原本你就会去期待它的东西 那又或者是说呢 它可以start Uber一次 又或者是说呢 它可以改期的时候呢 完全不用手续费之类的 这些你原本你就会拿来评估说 我要不要把我的里程 放在这一家航空公司 你原本就会评估的事情 你还是要评估 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中 你要多想这三件事情 好我现在就来讲 这三个联盟我怎么看 星空联盟的所有的航空公司里面 如果以在台湾来讲 你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长荣了嘛 那当然长荣的里程我就不多说了 喜欢的喜欢 不喜欢的不喜欢啦 这个基本上还是要看你的旅行习惯啦 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说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种竞争 也是非常激烈的 他发现你不喜欢他就改 或者是说呢 他发现你不喜欢 但是你不喜欢 并不会影响到他赚钱 其他有足够喜欢的人 那我也无所谓 大概是这样 星空联盟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但是呢 我觉得你要去放在那一个计划里面 要不过期这件事情 你就会塞掉很多的航空公司 我觉得不过期 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 他要能够滚动式过期 滚动式过期的意思就是 以这几个在亚洲区来讲 第一个处理滚动式过期的 就是亚洲万里通 就是说你只要你还有 让这个里程有进有出 他基本上就不过期 这个我叫做最起码你要这一个 因为你已经很少用了嘛 对不对 那假设他今天是18个月滚动式过期 那你就是逼着你18个月 你总得用一次 但是如果说呢 你获得这个里程三年之后 就会一定过期的话 哇这个就很难搞了 因为呢你如果三年你都没有累积到的话 那就过了 所以你知道不太适合在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情境之下 不过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永不过期 就是不问任何原因嘛 那通常不会过期的里程呢 还是以美系的居多啦 还是以美系的居多 那美系的这个三大家啊 就是现在也不能讲三大家了 现在在阿拉斯加航空进来啊 要去跟这个AA去 这不算是近合关系还是什么 因为美国本来是三大家 现在阿拉斯加进来之后 现在美国的环宇一家等于有两家 所以呢 今天我要去看美国航空公司 那当然就是联合航空United 联合航空United啊 一直都会是一个 我还蛮喜欢把它放在那边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过期 不会过期 那当然 以星空联盟来讲 我的主力还是全日空 但是全日空呢 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全日空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它虽然说它可以全家桶 这个全家桶呢 是海外可以啦 日本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些条件 才能全家桶 但海外你是 无论如何都可以全家桶 但是第一 它三年一定会过期 而且你来回 才能够去兑换机票 所以我觉得 它的实用性还是低一点点 那当然它的好处是 你最后用不掉可以换成钱 但是何必呢 谁想要去把那个东西换成钱呢 对 所以说呢 基本上ANA我不太考虑 那长荣也是很容易过期的一个状态 所以基本上我也不太考虑 我基本上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联合航空 第一个就是因为 我觉得它第一个 它不过期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你就不用去想了 因为你真的 你只要是一个会过期的 你就得心惊胆跳 然后我们刚才的scenario 又是一个不太希望你 心惊胆跳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好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加拿大航空 我觉得也相当的适合 这两个应该会是我去考虑的 因为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是你不太会有点数过期的问题 那现在呢 我又更喜欢联合航空一点 因为联合航空呢 它现在推出它的全家桶 那联合航空的全家桶 我待会会说 因为这个算是这个礼拜 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那联合航空可以开始全家桶之后呢 那变成就说 它本身第一个符合不过期 第二个它又可以全家桶 就是你可以把几个人的里程 放在一起使用 那当然它这是有限制的 你只能兑换联合航空的机票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本来就很少用了嘛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 现在联合航空它已经符合两个条件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 你有没有可以一个很便宜兑换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是稍微有点辛苦的 但是其实联合航空呢 在一些短程线啊 我自己现在再去查 你还是有机会查到一些 6000mai或7500mai的 就是短程线 第一个 我觉得不无小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本来的里程就是零星的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累积到个 什么6500 7000 8500 1万以下换个单程 你能把它换掉 我觉得就算是还不错 因为Unity它本身又不用去交 非常高额的燃料税 大家知道 所有的计划 有的是要加高额的燃料税的 有的是不用加高额的燃料税的 你用联合航空的里程去兑换 就是有的要加啦 像英国 那个还是有那种很贵的燃料税地方 但是绝大多数的机票 还是不用加那种贵松松的燃料税的情况之下 它有机会你可以用七千八千左右 换掉一张短程的 它又有全家桶的机制 然后呢 它本身啊 缺点大概就是没有联名卡 联名卡就要把它补齐它 好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 假设你见你的主力是还与一家 星空联盟只是偶尔会丢进去个几千mine 我就会觉得蛮适合的 然后加拿大航空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这两个我觉得都会是一个 我会去考虑的一种换法 尤其联合航空的那个里程 其实在日本国内非常好用 我自己还蛮喜欢用的 因为日本国内你不用在家税 当然RNA也不用 因为有时候比RNA便宜 还有啊 联合航空 它那个你可以日本国内转机一次24小时 所以你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盲侣 小跳跃的就这样子去玩过去的 好 这个是星空联盟的部分 哇 星空联盟我就讲了十分钟 好 再来我讲一下 还与一家 还与一家的话呢 我觉得以以前来讲 我会去选择的 通常都会是英国航空 因为英国航空曾经是大家 梦寐以求的短程之王 但是啊 在历经各种转变之后的现在啊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答案 我一定会选阿拉斯加航空啦 那因为阿拉斯加航空呢 第一它才刚改完表 我觉得应该短期间之内不会再改 虽然我觉得也很难说 它搞不好很快就改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大的新闻 我待会会跟大家聊 反正总之呢 阿拉斯加航空现在7500米 你可以换到台北到东京的 新宇的经济舱 还可以换日航的经济舱 在它这整个改表完之后 哇塞 我觉得你坐在台北来讲 以还与一家来说 7500换单程 来回1万5 应该算是台北东京里面的短程之王 无误了 无误 那之前呢 在阿拉斯加之前呢 我通常会比较建议我刚讲的是一个是BA嘛 因为它很短程 但是BA的缺点就是 它虽然可以全家捅 但是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BA就是常常别人家都收得到位置 就只有他们家收不到 最近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BA我后来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还有就是呢 它后来其实也涨价了 所以涨完价之后呢 我觉得也没有真的说划算到那么的划算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往往我会去选择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美国航空的AA 美国航空 但这现在应该是阿拉斯加没什么问题 阿拉斯加的里程现在应该是不会过期的 而且它还多一个好处啊 你还可以花钱去补那一个里程数啊 所以说假设你今天你的主力是星空联盟 比方说你的主力在ANA 但是偶尔偶尔偶尔 你搭了一个就是你知道环宇一家 日本航空或是国泰的航班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就把里程丢到阿拉斯加航空 基本上亚万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尤其你如果贝斯在台湾的情况之下 因为亚万它现在是属于滚动式调整嘛 所以你去放机灵里程我觉得也还可以 然后它也有联名卡 所以呢你反而刷卡有机会补进一些里程 阿拉斯加你没这个机会 阿拉斯加你要补进里程的话 是要靠用买的 这真的算是各有优缺点 因为你主力本身已经不在环宇一家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 我可能还是会选阿拉斯加吧 然后如果说真的全英文的东西受不了的话 亚万还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用中文 好的我们再来看天河联盟 天河联盟本来是一个最头痛的地方 这个一直是我最头痛的地方 到现在其实还是有点小头痛 好我们来看天河联盟 天河联盟在台湾当然最代表性的就是华航 但是台湾人最爱去的两个地方 单分当地都不是天河联盟 你看日本 日本就是有环宇一家跟星空联盟 然后泰国的话是泰航 然后你看东南亚的其他地方的话 天河联盟好像也没有 马来西亚是环宇一家 新加坡是新航 天河联盟基本上 我觉得台湾人最爱去的地方里面 相对的是比较少的 以前如果你在天河联盟想要去寻找全家桶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寻找全家桶的情况之下 大部分大家都还是会去桶大航航空 但是大航航空说真的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很好用 因为他们那个审核的机制什么的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 以前那个真的好复杂 所以我其实是有点放弃的状态 有点放弃的状态 对了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环宇一家 环宇一家里面的阿拉斯家 他没有办法全家桶 反而是BA可以全家 然后如果把这个放进来的话 BA好像又有另外一个优势 因为他可以全家桶 阿拉斯家反而不行 好啦 这个环宇一家的部分 三选一 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今天是阿拉斯家的话 他没有全家桶 但是他很短的里程可以换 非常实用 我们这个就环宇一家先到这边 然后天河联盟 忽然被岔开 天空联盟的部分是这样子 如果我以前要放的话 我会放哪里呢 我其实通常都会选达美 就是丢他 为什么我选达美 是这样子 达美应该算是美国很早就开始 不去跟你 怎么讲呢 发表他的awatt chart 兑换表格 很早他就开始不让你去看 他的兑换表格 他是浮动式的 非常早就开始浮动式 所以呢 他是第一个被骂的 也是第一个 大家已经忘记他被骂的 我应该这样讲吧 他一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骂声一片 现在反正大家都习惯 大家都这样 以达美来讲 第一个 我觉得他的网站上面 找票算是相对的方便 我现在辈子在东京的情况之下 在东京 我其实从东京出发 去首尔 我觉得都还算蛮方便 短程 Dilta其实有很多点 都有一些比较划算的 一些短程的地方 但是呢 说坦白话 因为他没有awatt chart 而且他也没有真正的划算 所以 我也是一直在犹豫这件事 后来啊 其实在疫情之间呢 有一个全家桶发生了 这个全家桶呢 是Fly in Blue Fly in Blue的全家桶发生之后 我就对他相当的有兴趣 因为你就可以捅在一起 但Fly in Blue的全家桶呢 你只能捅两个人 其他只能捅小孩子啦 所以你大人只有两个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 把太多人的里程 全部破在一起 Fly in Blue的票呢 我也是开过 我觉得他的那个网站上面的IT 也做得相当的不错 再加上你可以算是两大两小 还是四小 小朋友好像可以很多个 的一个全家桶的情况之下 Fly in Blue呢 去兑换一些短程的 我觉得也蛮方便 尤其欧洲啊 有一些很短程的 什么5000多麦 可以飞过去 它有时候特价 然后Fly in Blue呢 在亚洲 你从台北换出来 你换华航的话 有时候也蛮适用的 这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 我上礼拜跟大家聊的 维珍大西洋航空 哇 维珍大西洋航空 因为它所需的那个里程去换 像台北东京断重 又特别划算 是不是很犹豫 不知道要谁比较好 依照我现在的状况来讲 如果我硬要从这三家里面选 就是Delta 维珍大西洋 还有Fly in Blue 这个蓝天飞行 这三家里面 硬要选一个的话 如果以我在东京来讲 我可能还是会选达美 然后专门拿来飞 大航航空的东京到首尔段 但是如果是诸位大家的话 我可能会先推荐大家 可以先 优先选择维珍大西洋 因为维珍大西洋 现在它的兑换比例 我觉得还是相对好的 如果说你想要 微微的Family Pool的话 你可以选择Fly in Blue 一般来讲 我还是会从这里面去选 Delta那里面 我真的默默的 一直在累积在这里面 因为天和联盟 一直都不是我的主力 一直玩从头到尾 都没有当过主力过 所以我只要 搭到华航什么 我就往Delta里面去放 我已经做这件事情 做了非常多年了 所以那边那个存钱筒 因为它不会过期 也默默的默默的 就存到了好几张 我可以从东京 飞首尔的机票 我觉得也相当不错 好的给大家参考 我相信你们 应该每一个人 心中多少少 都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参考看看 如果你今天 记得 我今天聊的不是主力 你要去挑选主力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今天在聊的事情是 我要跟大家聊 就是你除了主力之外 出现的零星的里程 我会觉得你可以试着 用这种方法去处理 好的这个礼拜最大的一件事情 哇这个 我觉得有两件 有两件我觉得 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的 一个是阿拉斯加航空 另外一个是联合航空的全家桶 我先聊联合航空的全家桶好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全家桶这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把多个人的里程 放在一起 一起使用 那这件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 它都有这样子的规则 可以让你去运用 但是在亚洲来讲 通常我们不太陌生 因为你如果被置在台湾的话 全日空以及日航这两家 基本上都是可以让你全家桶的 所以说你的星空联盟 跟环宇一家 你都会有非常轻松 可以找到可以全家桶的地方 但是在美国 你其实很少看到这样子的计划 我稍微的也登入进去 来试着用用看 那它这个pool 我觉得设计的还蛮好的 今天是讲说 它的整个操作也都还蛮简单的 我觉得比Flying Pool 比很多都还算简单 因为这个 它怕做太复杂 大家觉得很难用 我再来讲一下它的规则 它其实非常的怂 非常的怂 就是你今天你有一个发起人 你可以当一个leader 你可以打开一个pool pool就是池子的意思 就有点像是许愿池或什么池 大家把东西全部丢到池子里面 所以它们叫做pool 那这一个池子里面的负责人 leader 他可以去打开这个池子 然后可以邀请人 那你邀请人之后 基本上会有72小时的call down 就是冷静的期间 你不能用 然后你每一次 你把这个里程捐出去之后 会有24个小时 你不能用 它就是基本上 它在防一些作弊 也不能说作弊 买卖 它尽可能用规则去规定 这个以美国的做法 通常都是这样 因为你只能用规则去规定 你不能够乱来 法律也是蛮严格的 但是基本上 想要去玩弄规则的人也很多 所以它就是要定得很清楚 好 然后它的发起人 一定要18岁 最多可以有4个人加入 加入的年龄没有限制 有的你知道 其他有的是有限制的 而且它也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是几等轻 所以这是很方便 因为你如果是在 日本的日系的两家 基本上它会要求 你要能够全家桶 一定要全家 你不能跟陌生人 放在同一个桶子里面 然后你要加入 这一个全家桶 跟退出的时候 你都要等90天 一样 这个就是防呆 就是你尽可能的 让那种诈骗 或者是去买卖的人 能够不在这个游戏里面 获利 尽量 假设你经济 你经济你这个 铺里面 这一个桶子 已经有4个人了 你要退出一个人的话 你必须要等90天 才能够再加入一个新的人 每个都是90天 三个月三个月 让你去累积 最重要的来 最重要的来 全家桶里面的里程 只能够拿来兑换 UA 就是联合航空 自己的机票 你不能拿来换 它的任何其他的伙伴机票 也不能够拿来 什么深等 机上消费购买 所以通通都不行 一定只能换自己的机票 基本上就是自己运用的 一个状态就是了 好 这个全家桶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如果你没有住在美国的话 因为你捐出来的这个里程 只能够用联合航空 自己的飞机票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 会被受限的非常的严重 会被受限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如果不是住在美国的话 这个全家桶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存疑 是有一点小存疑 因为像我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 另外一个小主题 就是在聊说 如果你是一个零星的里程 可以放哪里 对不对 我就一直在想这一题 我就一直在想这一题 就是说 因为你看UA 它有不过其的好处 而且它其实很短程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里程 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即便它没有 全家桶的状况之下 我都会把 假设是一个零星的 星空里面的里程 我可能会放在联合航空的 这个计划里面 我刚给的结论是什么 联合航空跟加拿大航空 这两个通常会是我的首选 今天它多了一个全家桶的 一个机日在这里面 对我来讲 我会更觉得 United变得更多一个灵活性 就是假设今天我们全家 都有这种零星的里程 我把它铺在一起 我还多了一个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是有限制的 你就变成只能够在联合航空的机票去开 那等于说你就要去美国了啦 或者是 还有一个地方啦 就是我东京飞关岛 因为也没有其他地方 你可以这样子飞了 好的 这个是关于联合航空的这个全家桶 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希望接下来 什么阿拉斯加 美国航空 打美航空 大家通通都来 这个我觉得蛮需要的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呢 自从跑完SFC跟JGC之后呢 现在这些东西 我觉得已经变得有点浮云了 但我必须再跟大家说 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很想要去跑SFC跟JGC的原因 因为一直去追这些会集啊 我觉得也是蛮累的啦 真的是蛮累的 有一个方法可以拿到终身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好啦 但是JGC现在也结束了 今年也没了 这个去年的Legacy啊 然后呢 SFC算是什么 SFC你要坐在日本才能跑 这个目前都没办法跑啦 这个好的 我们这个联航空的全家桶 我们就聊到这边 再来就是阿拉斯加改表的事情 我们其实在前几周 就已经跟大家聊到阿拉斯加改表 但是阿拉斯加这一次呢 它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改表过程 它并不是一次的大改表 它是属于阶段式的 一次整合一点 一次整合一点 所以你会在这段期间里面看到 多一点点整合进去 多一点点整合进去 那这个改表呢 其实一改完之后啊 现在在日本啊 也不能说大暴动啊 在日本的部落格里面呢 感觉要出现了一些所谓的 阿拉斯加里程的移民潮 怎么说呢 因为阿拉斯加航空呢 它这一次的改表的因应 应该是针对它加入环宇一家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小小的历史就是 阿拉斯加航空 它其实本来不是环宇一家的一员 它加入环宇一家之后呢 它等于说 它要让它的里程 可以去兑换所有环宇一家 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那当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适用在全世界 所以各个区域啊 都会有它们的特色 你可能会发现 特别划算的地方 这跟我们上个礼拜 在聊的 维珍泰西洋航空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在今年啊 应该说去年啊 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兑换新宇呢 就大家都讨论很凶嘛 但是环宇一家呢 这次啊 它接下来所有的机票 都要去比照 像是之前新宇那样子的兑换 什么意思啊 经济舱只要是1500米以下 都一律是单成7500米 然后呢 如果是商务舱的话呢 它最便宜是从15000开始 对不起 我刚刚不应该讲一律 应该是说7500起 或是15000起 就是它如果完全都还没有换掉的时候 会是最便宜的价格 哇 这件事情啊 其实在2月的时候呢 日本就很多部落格 都在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真的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真正整合进去之后呢 大家的那个反应 那个感受又更深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环宇一家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航空公司 当然就是日本航空 就是日籍的航空公司 那以日本航空来说呢 假设今天啊 我今天有这一个开放之后 等于说日本航空飞出去 只要是1500米以下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 你都会有一个新的选择 7500就可以换经济舱 15000就可以换商务舱 这一个表格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本来呢 要在7500可以换经济舱的地方 从日本飞出去 只有一个地方叫做首尔 只有韩国会是这个数字 因为你如果经济舱要飞台北的话呢 是2万的来回 所以说 现在变成说 因为你知道台北到东京 是1500米以下 刚刚好少于1500 那少于1500的情况之下呢 你等于台北来回东京 只要1500哦 那商务舱来回只要3万哦 哇你不管怎么看都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数字哦 商务舱来回3万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你哪一家航空公司 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汇率哦 更何况这个是什么 松山雨田的日航商务舱哎 有没有觉得很惊人 应该很多人现在都跑去订票了哦 没错 很多日本人他看了之后就觉得哇 非常的惊讶哦 因为呢 这个在日本这个里程游戏啊 大概是从疫情前 2019年左右才开始 然后忙进入疫情 所以说在疫情之后就是雨后春损的爆发 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情 那这当然也是一个后来 JARL跟ANA要去改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 好我们不谈这个哦 我们就过来谈这件事情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哦 本来只有飞首尔可以一万五 现在啊 一万五可以拓张到哪里啊 等于可以拓张到台北去了哦 你也知道日本人基本上最爱出国玩的地方 一个是首尔 一个是台北 所以当然炸开啊 你知道日本航空 他在改成浮动式的那个表格之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让日本人都快疯掉了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但那个浮动制是这样哦 一般来讲啊 你如果去看亚万 或者是什么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浮动制 我浮动的意思就是说哦 我最便宜的那一个价格哦 在我们家有嘛 对不对 然后假设最便宜的那一个价格卖完了 我就会涨价变成比较贵的价格 一般的做法是 当我出现比较贵的价格的时候 其他联盟的航空公司就会变成订不到票 我如果是里程的老手 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假设今天有一段呢 是国泰航空的机票 国泰航空的这个机票呢 是台北到东京的这段机票 因为它浮动制的嘛 对不对 所以浮动制里面 如果它是出现最便宜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通常 你可以从环宇一家的其他的网站 查到这张票 但是如果那个卖完了 国泰里面它涨价了 变成要用比较贵的里程 才能兑换到这张机票 通常你就会看到 卫家的航空公司这张票就不见了 就看不到了 但是日航啊 我真的不知道 它是哪里心血来潮 这样去搞这件事情 日航的票是这样子 别的航空公司 可以换到你们家的票 然后用比较便宜的里程 但是日航自己家 浮动制给它涨价了 其实还蛮过分的 我第一次看到我也傻眼 我想说哪有人这样搞的 但它就是这样搞 这样子一搞下去 阿拉斯加的里程 去兑换日航的机票 对于日本来讲算是非常实用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可能大家 很常玩阿拉斯加航空里程 的人也注意到了 当然日本人都快疯掉了 因为阿拉斯加航空 你是可以中停一次的 中停一次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日本人来讲 你是可以从日本的某一个机场 到东京中停之后再飞出去的 这件事情在ANA或是嫁如里面 他们其实都会适用于另外一个规则 就是说你会绑住不同的里程数 如果你要从东京之外的地方去 但是阿拉斯加航空去运用过来的时候 第一个 你就是7500 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 你中停 你是可以停在东京的 你是等于可以停在那边 而且单程就可以 这个运用 不是只有日本人可以这样运用 你从台湾出来 你也可以运用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从台湾出来 你要飞东京之后 你还可以再加一个点 你只要里程的总量加起来 是够的 不到1500就可以 所以这个数字 对于日本人来讲 从东京飞首尔就多了一个选择 因为东京到首尔的里程数 没有那么远 所以你在东京还有机会 再转机出去一次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 真的相当实用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个 接下来日本人应该会疯狂的 各个部落格一直的出来说 还有什么疯狂的玩法 所以既然日籍的阿拉斯加的里程移民大军要登陆了 我相信大家如果想要用这一个便宜的方式订台北东京的 甚至松山雨田段的日航的机票的话 真的动作要快 应该很快就没了 好的我们来聊一下其他的新闻吧 我们来聊一下其他的新闻吧 前面这几个都是很大的新闻 今天这一集不知不觉都不知道录了几分钟了 好首先就是这个日航的这个A350要飞达拉斯了 这个很多人应该都有看到这新闻 因为这个新的头等舱呢 蛮多人应该都想要去尝鲜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想要去尝鲜头等舱这件事情的性质 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但是这一次看到日航的这个飞机 还是觉得很想要去试试看 毕竟它是日航 毕竟它是日航 好啦找机会 如果没机会也算了 我现在已经觉得有一点点小浮云的感觉 之后我会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头等舱 你应该要去试试看 好来聊一下美国的信用卡 美国的信用卡有一个大新闻 就是那个Chess的CSR CSR呢之后呢 在PP卡新贵通里面呢 你不能够继续去使用它的餐厅 但贵宾是依旧可以用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小小的晴天霹雳 我其实并没有CSR这张卡 但是有Risk Carton Risk Carton的这一张卡呢 也一样 接下来都不能用了 我稍微前行提要一下 因为PP卡 这个新贵通啊 Priority Pass啊 基本上它跟信用卡去绑定的这个Business Model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我相信它原本的会员 应该没有卖的真的非常好啦 信用卡会员 应该是大家认识它比较多的时候 它一直在大概10年前吗 我不太觉得有没有10年 可能没有 大概10年前左右 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是某一次 飞阿拉斯加航空在西雅图 过夜的时候疯狂吃饭 就是呢 它开始有所谓的餐厅 你可以用在餐厅 那不是贵宾室 你可以在那边吃饭 那当然就很多人呢 就是去机场贵宾室 不去贵宾室 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饭 那现在有一些信用卡所送的 你不能够拿来在餐厅吃饭 你只能够进贵宾室 那现在呢 美国的一些信用卡 都开始陆续的取消了 现在可以用的 应该只剩下City Prestige 这个应该已经是绝版的卡片了吧 好 再来这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航讯 这个都算是呢 东京跟台北之间的重要航讯 那这几个重要航讯里面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亚航啊 停飞了成田到桃源 哇 这个好惨啊 我看到前几天的那一个退票潮 因为他这次会直接把票 直接推到你手上 我觉得廉价航空的 这种什么停飞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纠纷 应该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 廉价航空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状况 我不会去说这种 所谓的好或坏 因为你要成本低 就有他成本低的道理 你要去选择一个成本低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要冒的风险 就会高一点点 我自己是相信 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连航跟一般的航空公司 不会差太多 但是今天呢 如果出一点小状况的情况之下 廉价航空能够处理的 完美的程度 一定是有差的 这个基本上是 最主要 大家在做廉价航空的选择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情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 其实我自己是还蛮常做廉价航空的 但是廉价航空 我通常我做都会是比较less money 我不太会去订一个 很久之后的廉价航空 因为我觉得风险有一点点大 好的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 也是东京跟台北间的航班 库航 3月31号开始 成田桃园 然后到新加坡 这个会征班到一周十二班 然后虎航呢 也有了关西跟高雄县 这也是在6月会开始征班 然后再来就是看到这个是 哇 新宇的财报的消息 真的是很努力 终于就是今去年了 2023年是有赚钱的 我都不知道去年 他把这个常客计划做这个改变 造成了很多人的抗议 是不是就是为了要让 他的财报能够好看一点 现在财报好看了 今年是不是要把会员开始挽回了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们 对啊 我还是希望新宇能够好 真的是没有一个人 在讨论新宇的时候 是希望新宇不好的 我真的希望新宇能够赶快的 一开始的这种磨合期 无论如何都会有 能够赶快的赶上来 在2023年的 算是去年这一整期的计算 1亿4900万的利润 然后总业额是225亿新台币 跟前期比是568%增加 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蛮大幅度的成长 好的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航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雨田关岛的开航 雨田关岛的开航这件事情 我觉得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件事 但是不是这个礼拜 我应该下礼拜会跟大家聊 这一个雨田关岛开航 雨田关岛开航 绝对是你住在台湾 可以去运用的一个航班 绝对绝对是 好的 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日本的新闻 第一个就是呢 爱区旗下的Volko 它在广岛呢 2027年下半年要正式开业 那这开业之后 会是第二家Volko 第二家Volko 我自己是有点小期待 因为Volko它的这整个设计啊 放在广岛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这番店有301间房间 你走到JR的广岛站 大概是4分钟左右的距离 我觉得算是蛮方便的一个地方啦 还有另外一个即将要开幕的 这个应该大家会蛮有兴趣的 就是IHG 就ANA的Holiday Inn Resort 要开信农大丁 那它这一次的这个信农大丁呢 其实是从一个比较旧的旅馆里面去改建 然后改建完之后呢 它也会开新的移动 目前的预计呢 是在2025年的秋天开幕 那这个是为什么会聊这个新闻呢 因为它前几天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在日本发布的新闻稿啦 那这个新闻稿发布之后呢 网站已经设计好了 我就进去看了一下这网站喔 我在感受了一下这一个设计喔 我觉得有点像是呢 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在北海道 改建旅馆的一种方式喔 就是北海道其实呢 在过去10年啊 有很多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的那种旅馆 因为他们有那种游乐园 然后又有温泉嘛 我相信很多人去北海道 都会去那边玩喔 所以说呢 它现在日本还蛮流行 这种在山里面的那种老饭店 然后饭店里面呢 又设计很多亲子喔 的确这一家 真的算是在山上里面有亲子 然后位置呢 在新闻大丁 又非常适合的去搭配 北陆黑布林山的行程 是在2025年开幕 我自己是蛮期待的 这应该是最近呢 日本要开这种度假型的国际远甩饭店里面 我蛮期待的一家 好然后再来日本呢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 雨田关岛的开航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也算是比较大的航讯喔 这个是汉莎航空 从关西到慕尼黑的征班喔 我跟他说喔 这个都很重要 如果你有在玩ANA里程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日本的这些征班 原因是因为呢 ANA的机票真的是不太好换到喔 整个星空联盟 现在都有这个状况 你要从台湾出发啊 你要从日本这边转机过去的 这一个方式喔 应该会是很多时候 你在开票的时候 必须得去找的票 你每开一个开航 你就会多很多的位置 被开航这边开出来 你有机会可以去预约到 所以你看喔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关西到慕尼黑的征班 就等于说 你要去兑换ANA的机票 因为汉莎航空嘛 你要从东京转机过去 你就多了一个机会 开航的意思就是 你多了一个机会 可以赶快在刚开航的时候 去抢到这些票 那刚聊到这饭店 有一个刚开完的饭店 这个是东京银座的addition 在3月14号 其实已经两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开幕了 不少之后有没有机会 大家可以去住住看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是日本航空的事情 日本航空呢 它在用里程兑换的时候的预约 就是有做了改变 这是刚发布的 国内提早了30天 本来是330天 变成了360天 你可以订更久以前的 国内线的机票 国际线就是提早了10小时而已 现在就是360天之前 那ANA没有改 ANA还是一样 就是355天的国际线 然后国内线的话 每年会有两次的 这个算什么 Time Table的发表 好啦我们今天的旅途就聊到这边 今天的旅途的节目 是不是资讯量有一点点大 我本来还有准备别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今天 哇这个礼拜啦 我觉得有几个蛮大的事件 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 分享 好的我们来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是在3月30号播出的节目 如果你现在收听的是 会员抢先听的版本的话 你应该就会在这一天听到 那资讯呢 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资讯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听的是 无料分享版的话 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呢 会在播出之后的两周 就会开放出去 给所有人收听 所以你听到这节节目的时候呢 会是在4月13号 听到无料分享版 你可以从无料分享版里面 听到一些资讯 一些知识 然后呢 听不懂的话呢 你就这样子慢慢的给它听过去 慢慢听懂之后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这些比较及时的资讯 对你有用 或者是你想要来更支持 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也可以来订阅 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 听会员抢先听 更及时的版本 好的 祝大家旅途愉快咯 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东京的樱花已经开了 希望大家在听这节目的时候 我正在东京的市区拍樱花 好的 我们就星期一 日软大车收件 然后旅途下周六件咯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帮一下五星好评 也追踪我的脸书和IG 真的 追踪追踪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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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脸书IG 五星好评 不要忘记 做完再关掉你的手机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